跟我回去好不好 回去 是回去看仇人逍遥法外 还是忍受他的百般征务呀 他害死的可是我亲生父母 如果你不能替我报仇的话 就不要口口声声让我回去 离婚嫌疑书 孤臣的签名 孤臣 孤臣 离婚嫌疑书 孤臣 小曼 这是什么 你要和我离婚是吗 你在说什么 你 好啊 整个 我成全你 孙马 这些 都是我的记忆 我全都想起来了 伯母 你慢点 好 架子可真大呀 妈 连事招呼都不打 嗯 你别这样 你滚开 不要教育这野丫头 哎 伯母 你别生气啊 小曼她也是无心的 前段时间她在人绑架 受了点刺激 而且 她还被人罢关了 你说什么 这是真的吗 她还被 是啊 伯母 您看 这照片啊 都传得满天飞了 你立马跟她离婚 被玷污过的女人 还陪待在顾家 立刻离 妈 那些照片都是假的 我不管 离婚协议书 我已经签了 在楼上 我是绝对不会 跟你离婚的 顾尘 你也不用装了 我还有什么 值得你去欺骗吗 离婚协议书 我早就看过了 不是吗 你是不是根本 就不想让我 恢复记忆啊 是不是还想当个 道貌岸然的大好人 让我像傀儡一样 留在你身边 小曼 让她走 丧门戏 你给我记着 你是被顾家 赶出家门的 永远别想回来 小曼 所有事你都记起了吗 不管怎样 我会接你回来的 丧门 零木记忆 旧人心宠 这一切我都会加倍 还给你的 安总 顾总要见你 不见 顾总 滚出去 对不起小曼 都是我的错 跟我回去好不好 回去 是回去看仇人 逍遥法外 还是忍受她的百般折磨呀 她害死的可是我亲生父母 如果你不能替我报仇的话 就不要口口声声让我回去 说吧 找我有什么事 看来你确实恢复记忆了 连性格都不一样 另外 我能帮你 帮我 那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 虽然顾尘因为家族利益不能动 林木卿 但只要林木卿不是林家的人 就随你处置了 说吧 你想让我做什么 总之你说我听我的 就对了 顾总 这里有一份简历信息 您看一下 小曼要来公司 这位是我们的新同事安小曼 未来的日子里 她将会负责业务部门的 项目的跟进和统筹 让我们欢迎她 听听听 她不是被赶出国家了吗 怎么又来公司 谁知道 这首相当的这么伤 还穿得沸沸一样 我 顾总 已经安排妥当了 她的职位 应该不会受到争议 好 你派人多帮帮她 别让她遇到什么麻烦 好 还有 别让她知道有人在帮她 是 你别溜溜了 我这纳了闷了 像你这样的大神 怎么想着来我们公司了 怎么 你们公司不需要我这样的人 那我走 我可没说啊 我怎么会给你 我看你 我会想着你 那我先为你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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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记得把他调取资料的事业按下去 不要走漏风声 是 算吧 我只能这样帮您了 追逐一个时间 直到经历理解 那个孤城 我喜欢他十五年 可是他 他就对小曼那个剑话 自信探定 好男人多得是 走 我送你回家 这样 你喜欢我吗 我喜欢你 其实你挺可爱的 只是他们不懂欣赏 你真好 你怎么来了 我想你了 工作累不累 要不要给你放几天假 不累 就只是想过来看看你 我也注定四处飘零 公司的通用门禁卡 他是故意把卡留给我的 你那边调查的怎么样了 林氏集团和顾氏集团 有很多笔空投交易 他们是在洗钱 这是我调查资料 里面还有证据 另外 林沐晴的账上有十个亿 都是非法所得 很好 林沐晴 看我怎么整 难得你请我喝酒 怎么了 有心事 小曼建我公司 是你出的主意吗 为什么帮他 我为什么帮他 你不进出了 我知道你想帮小曼 你不方便亲自出手 我为什么帮他